《月我的月》 《心事千年》 《只等你愈见》 从事这个行业是二十年 加上学习的时间应该是二十七年 基本功是比较辛苦的 就是腰腿功和毯子功 即是打斗 特别对于女生来说 可能是翻打会比较困难些 好像我这样是刀马蛋出身的 可以说是小伤无数 尤其是踢伤 无论你是怎样包住它 它始终都会一块一块 即会踢到雨大 特别是天意的时候 穿裙就会觉得很尴尬 不论是文气或武器 它最重要的是 整个人物的内心一定要饱满 用武力朝鲜处救回我父 我生有何分 死有何分 哪怕是武打气 你都要有张力 我说一下情感的张词 我们将情感贯穿到在武打当中 到现在有很多年轻的观众 它开始去看粤剧 甚至我们出到省 它会追到出省 这个就是一个态势 这个其实跟我们这几年 去做进校园的演出 去推广的剧 其实是很有关系的 我很喜欢这一行 很多花蛋都说 为什么这么辛苦 你专门选一些辛苦的戏 其实就是自己一种满足感 一种成就感 亲自自己 现在还是年轻 我觉得可以挑战多些难度 创作更多的作品